全中国最多线换乘的地方 在哪里 在上海的龙阳路地铁站 如果把磁悬幅一起算进去的话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五线换乘 五线换乘的枢纽 当然走到龙阳路站 很多人都有一种摸不到边的感觉 尤其是它的标志 其实不是特别的清楚 所以最近他们也随着18号线17北段的开通运营 这个站点也组织了很多通勤者 来一起感受一下换乘的换乘问题 所以能够改善换乘通道 当然首先一点物理条件是提升了不少 不论是电梯还是通道的宽敞 明亮度 这个龙阳路站都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换乘方式 这个是很多人不习惯的 也就是说16号线龙阳路站 除工作日早高峰位 其余时代均实行单向力时针换乘模式 这个单向力时针换乘模式 这就给大家一个很摸不着头脑的 尤其是我这个有一次去呢 他是早上去了 然后下午回来 这个时间不对 然后这个明明我是这样去的 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回去了 但是他就从标志上来讲 他就认为你不应该这样走 尤其是电梯 那几步扶梯呢 他方向就没有往下的 那么多步电梯 居然没一步往反方向的 全部是往上的 这就把人搞蒙掉了 幸好旁边还有一个直梯 也也也算眼尖看到了 但是他正常来讲呢 他在这个通道上 他就不不只是你往那边走 但其实是能走得通的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方式 不一定是最优的方式 所以你如果对在龙阳路换乘 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呢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给相关的方面留言 让大家能够共同改善 换乘的体验 感谢观看